其實莉亞我在廣播曾經訪問過 那莉亞認為 其實我也認為就是說 兩邊各有優缺點 你也住了兩邊這樣子 那他講了一些臺灣在醫療上 他覺得臺灣的醫療人員 為什麼服務態度這麼好這樣子 那其實我們的健保也算便宜 而且數值 我們醫療數值算高 那可能你有小小的讓刺傷了 這個貴國的朋友 對 那是早期的時候我在做節目 我真的就是完全不會去過濾一些 我自己想的感受 我就直接把它表達出來 但現在我多多少少會好吧 那我就只講我在臺灣有多好 我就完全不提 中國大陸什麼我都不要提 反倒是會有人來信問我 你為什麼不拍一集 談一下什麼什麼的 我在想說我還敢 我不要 他們希望你拍一點什麼 有問比如說 對 教育方面的 因為我的兒子現在在上小一了 對 他們對這些 兩岸的民生 主要是民生方面的東西 是 那當這個對岸的朋友 這樣子出言會語的時候 你是怎麼回的 我有拍一集 直接回嗆他們 一集喔 對 一種心 拿來播好不好 然後後來 後來呢 慢慢的自己心態就轉變 對 就開始想說 好啦 就是我要麼就不理他了 如果真的我覺得有點太過分 用詞很過分 就直接拉黑 因為我的頻道 我就當獨裁者 我覺得也蠻爽的 為什麼當獨裁者那麼爽 我終於懂 我就直接給他禁言 不需要有任何壓力 有人監督對不對 那你 對不起 可以講一下你的回嗆的內容嗎 比如說那時候就有人說 你看你長得真是有夠醜的 你在大陸嫁不出去 所以你才嫁給台灣人 那我就這樣說 那如果這樣的話 因為當時大S也是嫁給 不是 講錯了 因為當時那個叫什麼 劉詩詩 對啊 像劉詩詩 高原員 很多啊 很多在台灣人的人啊 我就說難道他們長得多 兩岸的婚姻蠻多的 對啊 很多啊 對對對 OK OK 其實這個我們趙宜翔跟我們那個什麼 那個狄志偉都很帥啊 那也很多這個中國的女性也很漂亮啊 那這個宜翔 你真的從來都沒有生氣過嗎 一定會有生氣的時候 可是我覺得在工作職場上 第一個絕對不能生氣 這真的是不能不能生氣 因為你如果要想說你希望達成的目標是什麼 然後你在想說你生氣 可不可以幫助你達成的目標 通常是沒有辦法 可是當然會心裡有不滿 其實我過去 我就直接講一個故事好了 我過去跟我們吳姓的外交部長 有一次出國訪問 那我們是參加一個國際性的會議 那在這個會議開始之前 我們外交部長叫吳釗燮 這個是黃衛大哥講的 那這個國際會議開始之前 其實中國那時候也有拍代表團 他們也會參加 然後他們就小動作不斷 真的是無論是我們的名稱的稱呼 無論是我們的座位 無論我們能參加的會議等等 都會一直想辦法在我們的背後 稍微動一下我們 或是稍微讓我們 就是沒有辦法參與得這麼平順 那其實所以到這場會議之前 我們都一直覺得說好生氣 就是明明這是一個很單純 而且是國際性的一個交流 是對於各國都有幫助的事情 為什麼我們要這樣被對待 但事實上我們就去的時候 其實我們當然也想說有不滿 可是不滿的表達方式 我們覺得用不是生氣的表達方式 我覺得用更有創意的表達方式 那表達方式是什麼呢 就我們不是說 今天在什麼活動上婆婆大媽 或者直接請我們的邦交國 或我們的朋友 幫我們出出去等等 不是 我們當時在開幕的晚會的時候 我就跟我們這位部長 我們就直接從我們的桌子站起來 然後看到中國代表團的桌子 坐我們大概二十公尺之外的距離 我們就直接往上桌子 走過去 跟他們握手 然後我們就要跟他們握手 然後為什麼要這樣做 因為我們心裡知道 他們絕對不能跟我們握手的 如果他們被拍到 跟我們外交體系的人握手的話 這些人可能都不用回去了 都不用回去了 所以我們就站起來 往這個桌子走 然後結果就是他們團之間 好像大家在彼此聊天 然後聊到一半 看他們走過來 然後全桌站起來 全桌就走出去了 就走掉了 而且他們不但是離開那一場活動 是接下來的活動 全部都不參加了 所以說最後誰獲得勝利 我們獲得勝利 但是我們有透過罵人 我們有透過就是 補悅的方式 或我們有透過 就是整個會學取他們這樣子 對我們的方式去得逞嗎 沒有 我們是透過我們認為 比較有創意跟靈活的方式 來達成我們的外交手段 了解了解 這一招也算高招 那莉亞妳嫁來台灣 有沒有什麼事情 讓妳覺得不舒服的 不開心的 就是說我以就是 中國大陸人的身分在這邊 其實 婆媳問題 婆媳問題我反倒沒有 我們家就是 我最難 子人的婆媳問題 很困難 但我很幸運 我們家最難相處的就是我老公 對 我來個半個 大哥 大嫂 婆婆都非常好 對 如果說按這個來講的身分的部分的話 我記得有一件事 就是之前 我接受訪問 然後記者是一個 還是公部門的工作人員 然後聊到一半的時候 她就說 那莉亞妳當初跟妳先生是怎麼結婚的 你們是自由戀愛的嗎 我當下就弄了一秒 我就這樣說 這什麼意思 我就有點想要發火了 可是 有刺到 對不對 有刺到 自由戀愛 如果我不是自由戀愛 我就 後來我就調整了一下情緒 我就說 那不然是蔡英文總統 許沛的嗎 不然 然後我回去就有跟我老公講 我說 他還是公部門的人員 怎麼會這樣問我 我老公說 可能是刻板印象 他有問說 那他大概年 是不是有點年長 我說對 他說那是刻板印象 是因為之前真的是有很多人 是比如說相親結婚 或者是通過介紹 對啊 所以只能說這個人是沒有與時俱進 所以妳會很在乎這個事情 我當下是有點生氣 對啊 我說妳是什麼意思 可是後來我老公解釋之後 因為是有一個年代 有一個前因後果在那邊 我們不能要求每個人的信息量 或者對這個時代社會的瞭解度 都那麼的 不過這也告訴我們就是說 在話語間 我們真的要顧及 很細膩的東西 也隨隨便便 問一句話 可能會刺傷別人 那妳說 在婚姻裡面 最大的這個生氣的來源 是妳老公 對 怎麼說 我老公我覺得過了這些年之後 以我現在的心態看 我當初到底怎麼會和他在一起 我們覺得就是很不搭的一個性格 怎麼說 像我就是 因為今天這一集是講火氣大 我就是那種非常容易火氣大 我現在在想說 我們這個座位 會不會是 宜翔就是正面的那個代表 就EQ很高 不會生氣 然後我剛好知道是那麼負面 你觀察怎麼那麼入圍 我都算是想 難道這一集是因為這樣才消火的代表 不是 不是 我們沒有那個意思 對 但是真的就是 我真的就是負面的那個代表 我是很容易就是一秒鐘就 亂想 你會亂想對不對 亂想 然後看當下我自己的那個情緒 能不能壓得下來 如果心情很差 我真的就會暴怒 然後再加上跟我老公是因為 我老公是家人 已經非常熟悉了 我好像就沒有那個必要去壓制了 對 就非常的容易火大 那什麼事情會讓你們吵起來 各種 比如說像 都不用講說什麼生活所思 或者說育兒的價值觀 不同這些都不用 就光看電視 看新聞我們就能吵 你看哪一台 我們什麼台都看 對 光搶台也會 因為我老公都看什麼TVBS之類的 然後我就會想看三立之類的 觀眾 真的 光這個都會 都會很有趣 對啊 然後像一些政治新聞 對不對 我問一下 那為什麼老公喜歡看梯台 你喜歡看三立 這不能講 這可以嗎 我還要回去看 因為張姐也是政治道 對不對 對 就我會 也不是 我會附和 我會說他這個講的對 尤其看一些政論節目 我說沒錯 我也這麼覺得 然後我老公馬上就開始跟我吵 你根本不知道 這個人以前怎樣怎樣 就 大家意見不一樣 有趣 那除了說 那其實電視多買一台嘛 電視很便宜 我現在都看網路了 我看平板 我不要跟她說 對 看平板 那還有什麼事會吵 就是像明星八卦之類的 像之前大S不是也有離婚之後再婚嗎 然後我以女生角度 我就覺得還蠻祝福她的 對 我就覺得一下子找到真愛怎樣 我老公就說 他考慮的 他太倉促了 他應該再考慮久一點 他一定會後悔的 我就說他為什麼會後悔 對啊 就類似這樣的都會 是 那你的脾氣是那種 來得快 去得也急的那種 那老公呢 他就是慢 他什麼都慢 比如說像經常我都是跟他 因為一些 比如說看新聞之類的 然後吵到 上升到一些其他的高度 吵了之後呢 我後面已經就是 忘記了 結果我回來一看說 你為什麼臉這麼臭 你心情不好嗎 然後他說 你不知道我為什麼心情不好嗎 為什麼我怎麼知道 那件事已經不好 他被你惹毛了 還在毛 結果你已經不忘記了 而且他也不會很明顯的 表達他的情緒 我生氣就真的生氣 我現在很生氣 可是他都一樣紋絲不動的 你是中國北方人 對 北方人 北方哪裡 北方大連 遼寧省大連市 對 那麼這個辛西亞呢 也是兩性的這個作家 那你怎麼看 這個莉雅跟老公的互動 有什麼建議嗎 其實我覺得 莉雅跟老公互動 一定是莉雅的個性 比較急 那我覺得老公 可能就是比較溫和 或者是說 我覺得很多的時候是 女生跟男生相處 我覺得女生的表達能力 會比較好 所以有的時候 在男生耳朵裡面 聽起來就會覺得說 你是不是在嫌棄我 或者是你是不是在 告訴我說我是不是要改變 哪些地方這樣子 那我覺得 可是有時候我覺得男生 觀察到地方也不太一樣 我來舉個例子給大家聽 就是有一次啊 就是連我自己跟我爸爸在相處 那我覺得我爸爸 就是因為是男生嘛 他比較就是老一派的 有那種大男人主義 有一天我上他的車啊 那他可能就在敘述一件事情 我說哇好屌喔 我就這樣講 屌喔 我說好屌 對好來 來這個老一派 老一派的人 我爸立刻喔 對 他就說 玄玄你不能講屌這個字 女生講屌這個字很難聽 意思就是說 這個字不好 當然我也知道是什麼意思 因為我是作家嘛 那我就覺得可能男生的一個派頭 也許就是 有的時候我就覺得可能在 我爸眼中就覺得你們女生 你可以講好酷喔 好帥喔 就是不能講好屌喔 可是我爸就是 當然就是可能 我爸就是說 屌這個字很難聽 那他就是口氣就比較急 說一個女孩子 都幾歲講屌這個字 就拍聽 你還是寫書的 之類的 那這個時候我就是 真的就是被他這樣子 我有點就覺得 怎麼就好好的 我也沒有惡意啊 那我想說 就總是天氣太熱嗎 你是不是心情不好 這時候我就跟他講說 不會啊 我說那屌而鋒鋒 那這樣屌而鋒鋒 也是個成語 應該也不是不好的意思吧 然後你就覺得 爸爸可能就歪頭 就想了一下就覺得說 好像也是 這樣子 那所以我就覺得說 有的時候我覺得 男生跟女生在 在相處 尤其是夫妻之間 確實在我諮詢的案例當中 有些人妻會告訴我說 我老公跟我講話的語氣 都讓我會覺得我好像很不懂 我沒有在就是沒有在 就不經事事 不懂現在社會上面 是什麼樣的狀況 那我就會聯想到 我跟我爸爸這一個例子 所以我想跟夫妻建議就是說 大家在溝通 或者是你可能給人家一個 Fee buy或回饋的時候 真的就是 你可能要小心注意 不要讓對方會覺得說 我很渺小 好像你就是來教我 然後顯得我很無知 我很幼稚 我很不懂 我覺得這樣可以多注意 是是是